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风帝国除皇族外 有三大超级家族 分别是掌管钱庄的江家 掌管军方的雷家 以及负责情报网络的方家 其他大大小小的家族无不依附三大家族 兄弟们上啊 咱们人多没什么可怕的 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 对了萧家 你好像觉得我不会杀你 只要放假还想要萧家练技术 你就不能杀我 张萌 来废掉他的手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少爷 我能做到 我是少爷的侍从 这是我必须能做到的事 少爷 我是做错什么了吗 你做得很好 我只是在想 这双手为了家族已经沾满了鲜血 但 少爷不喜欢这样吗 身为方家少主 无论喜不喜欢 有些事都得去做 少爷 如果少爷不喜欢双手染血 我愿代替少爷 少爷不喜欢的事 就由我来做 那你可得好好努力了 从那时候起 我就发誓要好好努力 我要变得和少爷一样强 这样 少爷就不会感到痛苦了吧 可是谁曾想 少爷竟在笔斗中故意落败 好借此逃离方家 那我的努力算什么呢 你捡了我 但又抛弃了我 这样的少爷 真是令人失望 所以 我得让以前的少爷 回来才行 小萌 你想干什么 这跟莫范没关系 放了他 有关系 杀了他 少爷就回来了 莫范 你没啥事啊 怎么可能 我可是被人捅了一刀啊 还好老子是练体的 反倒是你 没问题吧 我怎么可能伤害少爷 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你怎么越来越慢了 莫范 小心别中毒啊 晚了 早中毒了 早中毒了 桃云 这下麻烦了 少爷 看来你的朋友 坚持不了多久了 怎么回事 身体突然多不了了 可恶 小萌 看来我得重新教教你规矩了 这种熟悉的感觉 没错 少爷 您回来了 让我看看这些年 你有多大掌劲 属下遵命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就也不重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 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嘴不容资 就连斗雀公的孤武钉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正面刚 解锁默示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纠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周四周六 更新一集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可能解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